因此每逢周末 前来锻炼的人群络绎不绝 为了让大伙得以在即将到来的 寒假中安全舒畅的锻炼身体 目前校方正在着手 对体育馆的体操篮篮球等设施展开维护 室外的体操 训练地方都是对外开放的 市民根据自治的需要 可以训练篮球 足球 乒乓球 日毛球 这些项目 都是一些参与度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 包含宋雅湖中学在内 长沙县2018年 免费开放体育场馆的学校 还包括湖南大众传媒学院 全塘充学等八所学校 每逢节假日 双休日和寒暑假 只要再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 和重要教学活动的前提下 大伙凭身份证 学生证登记后 就可以免费入场参与体育锻炼 尤其是在城市 这种公共场地的建设 土地根本就跟不上 所以说学校既然有现成的场馆 我们就利用学校的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老百姓 更多的群众能够参与到 全面健身当中来 作为湖南首个面向社会开放学校 体育场馆的区限 长沙县从2014年起 就通过免费开放 满足当地居民的体育锻炼需求 四年来 对外开放体育场馆的 学校数量陆续增加 累计以为超过20万人次的 当地居民提供服务 而在未来 长沙县还将 让更多学校参与该计划 以实现学校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的社会共享 希望引导大家来能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多多锻炼 走到户